说了几集关于范真的话题 其实最关键最核心的还是这个话题 社会上人们对他的质疑 无非是他的性格率真直言 友人心存反感 再就是他的画作追求独无典位 题材倾向于传统人物 被认为有内同感 不符合你莫当时时代这个广被认可的观念 你可以说这是范真的局限 也可以说是范真的优势 终端范真的过往 其实他的写实能力是很强的 他画鲤述、爱因思汉、徐白石、黄冰文等肖像 行神健废 甚至画袁正宁、情洗生 对画于生动传神 他如果愿意画生活场景或功能能形象 完全是有任何问题 但它减害历史 从长独眼门才放弃其他 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就是收藏家们的认为 假如他画那些 一生生活的大叔大妈 工农商学弟 这画卖给谁呢 这不是成就一位毛器一载 就是千万元捐款的范针了 他哪来这么多钱呢 范针选择了连续循环 家大欢喜 活乐而不为呢 另一个问题 是对他的线条审美的认识 可以直言地说 线条审美是分层次的 就像一个学生 仅仅学到三角函数 对高等数学的是也看不懂的 对更高层次的 多德巴克猜想这类的问题 就更想到无知了 艺术也是一样的 对线条美是的认识和判断 城市差别是很大的 我常常看到很多会放生的评论 说为什么他的这些线条 一波三折 扭来扭去看不明白 这样的审美就是 仅仅是在初级的平均 平华的线条上 就像你才懂得家长情绪 不懂得高等数学一样 认识这眼天地址 线条的高级阶段 如骨盒味 惊喜味等等 你看不懂 这些文章说 范真这也不是 那也不是 其实是你自己也不是 所以你要进入同一个维度 才能看懂范真的作品 首先自己就要下苦功 不要老是停留在 家长情绪的上面说事 范真在中国画界 无数一职 他的艺术家职 显然是无法取代的